大家好 欢迎观看老罗叔叔的视频啊 最近经济不是太好 到处都比较卷 然后呢 在职人员呢 都在考试 很多大学生 也在开始谋求这个职业的规划 在找工作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的去考研 在职员工呢 老罗周围的卷王 都在考各种各样的证书 都怕被卷着铺盖跑路 我们呢 所以讲 就一直看看有什么好的方式 去的职业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Cosra这个网站呢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考证的机会 它是一个线上教学的网站 那有各种各样的大企业员工 都通过了他的培训机考试 在美国的工资还不低 所以讲 远王们都把这个网站推荐给了 老罗叔叔 但是有一个缺点啊 美国老的网站都是收费的 注册7天试用后呢 就开始收钱了 所以讲老罗斯来想去还是没有注册 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方法呢 哎 找来找去还真有 我们的 羊毛党还是能够耗一把小羊毛的 老罗看来看去这个谷歌的数据分析 到罗书的桌面啊 这是我们上期的 英特尔云 这个美国的远程主机 很多朋友打开之后啊 打开火候浏览器之后啊 出现这个网页 还不能访问internet 怎么办呢 解决方式 法就是把它关掉 打开命令行 好 敲入老罗叔叔在视频下方提供的命令 敲入这个命令之后呢 记得按回车啊 很多朋友都都是找不到命令 其实都是在这个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 好 回车一敲 出来了 现在你看下面的这些 都出来了啊 说明能联网了 那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 美国的梦想学院 这个英文单词啊 好 看到了啊 谷歌第一个就是啊 the american dream academy 然后我们下面来 给一下注册吧 申请 现在申请 这个网站呢 有一些朋友是知道的 但是呢 苦于 没有美国的ip 用了很多种科学的方式 用了很多个机场 都不行 结果 罗罗叔叔发现英特尔云 可以干这个活 这就介绍给大家了 好 填入 full name 生活名 留下 生日 或者随意啊 然后zip code 游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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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游编嘛 不会输 怕输错的可以去查一下 好 输了一个俄勒冈州的好 点击 你看很多 科学方式的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用英特尔云 看看能不能解决 你看马上就进来了 好 现在这个界面有两个可以点击的 一个是log in 一个是sign up log in 就是 你之前已经申请好的 就点log in sign up 就是 你之前没在costware注册过 是一个新的用户 那么你就点sign up 然后输入你的full name 跟邮箱 再输入你的密码 这样他就会发一封激活的邮件 发到你的邮箱 大家记得打开你的这个 抽键邮箱啊 这个激活链接 等一下我们是要点开的 但是这里老罗就不在 视频里面展示了 好 我们现在点击join for free 好 我们现在看谈出很多 方框啊 很多这个界面我们的关掉 现在我们看到啊 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是重新发 这个认证的邮件 第二个按钮呢 就是是的 我已经认证过 好 我们现在油箱里边把这个激活 然后就点第二个 我已经验证过了 然后他就出现了 你被邀请到这个美国梦想学院 提醒你了 参加这个活动了 好 点击 加入活动 这是一个美国梦想学院和Cosro 一个 捆绑的免费活动啊 你只能通过美国梦想学院的注册 来激活Cosro的免费的课程 和免费的认真 等于是 利用信息 插 靠点羊毛呗 好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有什么课程 看一下啊 Cosro的 在 这边会出现美国梦想学院的简标 我们向下拉 这样的网页向下拉 有许多许多的学习的课程 不乏有 各大主流的IT公司提供的职业认证 职业考证 看有IBM的有谷歌的 其实还有亚马逊云的都有 我们就尝试看一下这个谷歌的 数据分析吧 之前看到的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好 这边就是这样 加入啊 看一下 这有提醒你 go date 吃小了啊 然后我们再进这个蓝颜色的 go to course 入这个课程 这是一个专业认证啊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好右边会提醒你这个时区不对 那你可以改一下 在中国就改中国在新加坡就改新加坡 好我们看下面 get the start get the start 点击一下 好 这个就是一个视频了 看完视频之后呢 他就有各种各样的 延续的一些阅读的一些阅读的东西 你看一下 美国人在开始授课了啊 这个就是跟着后面一步一步学 视频的描述 只有这几种语言 说的这个翻译的语言还比较少 IWS是比较多啊 亚马逊语有中文的啊 俄罗叔叔之前是看过亚马逊的课程 所以讲呢 大家就可以利用 这个免费的 培训和认证 获取自己想要获取的证书了